接下来看到这是桃园复兴区珍贵的国有林木 经常会引起了山老鼠的觊觎 而警察局大西分局就特别拍摄了创意维电影 有多位警察担任演员 演出了日常在追捕山老鼠的过程 还增添了趣味的笑料 同时也展现了山地警备维护治安的决心 新西口吊桥美景搭配泰雅歌声 是大家熟悉的复兴区 这天负责勤务的警察接获民众报案 说被虎头锋叮咬 结果是假报案侦偷快木 目的是要试探警察处理的速度 果然贼心该败下午警方巡逻山老鼠就被打个阵着 为电影里主角之一就是三名派出所的远警胡旭腾 是誓言就是那个第一幕的那个警察 就是由我然后发现那个三老鼠不法之情事 然后去发动整个整个影片的精华的过程 就是也是本业工作就是照着我平常上班的剧情去演就好了 说真的是有紧张但是还是不至于到那么紧张 长达四分多钟的违电影 有警匪追逐的紧张时刻 片尾还有彩蛋提醒使用枪械安全 对对对 警察有警察 没办法 警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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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时遇到卡弹的情形 我们该如何处置 一 先拍 二 拉 三 射 了解了吗 全台湾城就是有一个三地疫情的三倍警案的比赛 所以说我们就拍一个影片就是说去游全省比赛 然后去测定这谁是今年的拍摄比赛的第一名 就这样子 大西分局投入十多名远警和影像工作室合作 完成这部微电影 创意宣导也展现山地警备维护治安的决心